进来了吗?大家都进来了吗? 好,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 今天晚上的人没有前几天晚上的人多 因为今天讲了一个关于职场 你如何评估自己在职场上值多少钱 今天晚上虽然没有前几天晚上人多 但实际上今天晚上的内容还是比较应和的 不论是从逻辑上来讲 还是对于你认知职场来讲 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应和的 所以说我相信今天晚上来听的朋友 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照例还是先说一下疫情的情况 截止到今天晚上2月9号10点钟为止 全国新冠型肺炎疫情 已经确诊了37,290例 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是 昨天只增加了 昨天增加了这个全国增加了2692例 应该说增加的这个人数呢是下降的 比之前是比之前的这个增幅实际上要低一些 好 我们就正式开始好吧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再照例说一下这个新冠肺炎 全国的疫情情况 现在呢 截止到今天晚上10点钟为止 全国已经确诊了37,290例 比昨天增加了2692例 应该说增加的幅度是下降的 这是一个好消息 虽然增加的人数还是蛮多的 但实际上是增加的人数没有前几天那么多了 前几天每天都是增加3000多例 应该说增加的人数是下降的 这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呢 很多人应该明天都上班了吧 明天是2月10号 然后也希望大家上班的时候能够多注意疫情 然后呢 开始新的一年的这个征程 对吧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能够升职加薪 然后这个生意顺利 好吧 我们就今天正式开始我们的课程 其实这个毛很简单啊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从一个大公司跳槽去一个小公司 一般来说是涨新的 对吧 就同一个岗位 对吧 同一个岗位 从大公司跳小公司一般是涨新的 那么从小公司跳大公司呢 有可能会涨新 有可能不涨新 对不对 甚至有可能会降薪 这个你们知道吧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这就是毛不一样啊 一个人在职场上的价值到底如何去评估 很简单 你要去对标什么呢 你要去对标你所在行业最top的公司 最顶级的公司跟你相同职位的人 跟你相同工作年线的人 跟你相同啊 类似这个岗位的人 他的工资是多少钱 啊 他的工资是多少钱 他的工资 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职位的毛 然后 如果 如果 你的职位比他高 你的工资比他高 对吧 就是 很简单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假如你是阿里巴巴的P7 阿里巴巴的P7呢 一般是工作五年左右 也就是你25岁开始工作 大部分人啊 我说的是大部分人 我说的不是那些 很有能力的 很快就走到P8的人啊 比如我朋友 27岁就在阿里巴巴当 就在马里金服当P8了 那 大部分人呢 就是 30岁左右的时候 工作五年左右的时候 能到P7 P7的工资是多少钱呢 一般是50万左右 税前一般是50万左右 啊 就是加上年终奖 啊 税前50万左右 然后呢 可能还给你2400股啊 一般是这样 嗯 那么我们就 就假如说你是一个运营的P7 P7大概就是高级经理的 这么一个 呃 级别啊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高级经理 那么好 同样是一个 比如说做市场 做运营的人啊 他在阿里巴巴工作五年 啊 然后到了P7 年薪50万 好吧 比如30岁 年薪50万 假如就是这样一个水平的人 那么 如果你是另外一个人 你跟他 你跟这个人做的工作啊 做的工种 做的职位是这样的啊 比如你也是做市场市场的 或者是你也是做运营的 但是呢 你是在美团做的 对吧 大家都知道美团的级别是比阿里巴巴第一个level的 对吧 因为在中国呢 互联网公司腾讯和阿里是最高的level 对吧 然后美团百度啊 这个 京东啊 然后这个头条 是比他们两个要低一个level的 对吧 那么 再第一个level的公司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档的公司了啊 第一档腾讯阿里 第二档 美团 头条 滴滴 对吧 然后字节跳动啊 就是然后这个京东啊 这都是第二档的公司 第三档的公司呢 那你就那你可能就要再往下了 比如微博 对吧 默默啊 然后这个 呃 快手啊 这个就快手其实现在严格来说 它属于第二档的公司了啊 呃 比如像斗鱼就属于很典型的 它属于第三档的公司啊 就是有一些知名度的 但呢 但是不是很大啊 然后呢 它属于垂直领域的前几名的啊 而且那个垂直领域的比较小 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小啊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第三档的 那 那还有更差的对吧 更差的可能你这这公司 你可能就没听说过了 那么 我们假设阿里巴巴的一个岗位 同样的岗位的一个人啊 是P7的年薪50万 那么你在别的公司工作 你在别的公司工作啊 比如说你在美团 或者是你在呃 斗鱼 同样是做运营 同样是30岁 那么一般来说 如果你的工资 工作年限跟那个人差不多 然后呢你的岗位跟那个人也差不多 那如果你跟他的工资也差不多啊 那么 本质上你们在职场的钱就是你们在职场上值的钱其实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里巴巴是一个更好的公司 更大的公司 更受业内承认的公信力更强的公司 那你从阿里的一个P7年薪50万的P7跳往外跳啊 你是你你往一个小公司跳或者你往斗鱼跳或者是你往其他公司跳你是有大概率翻倍的啊 或者是至少涨一般来说涨薪至少要涨30%如果连30%都没涨到的话说明这是一个失败的跳槽对吧 那么但是如果你是从阿里往一个小公司跳那一般来说涨30%是没人去的啊 因为你从大公司往小公司跳本来你就应该涨跳槽就应该涨30%对吧 跳槽无论你怎么跳都应该涨30% 那么如果你从一个大公司往一个小公司跳那至少应该double啊 如果不double的话你就可以你就干脆就不去了 那如果是阿里的往斗鱼的跳呢他肯定是如果说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岗位的人如果他比较受到斗鱼的认可一般来说翻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斗鱼的同样一个人如果他的工资跟阿里的那个人是一样的他往阿里跳是一分钱很很可能一分钱都不会涨了啊 或者是只涨30%就是涨一个正常幅度的跳槽的幅度就是30%啊 所以说你一个人在职场上啊他到底值多少钱他不是他他到底是多少钱他不是从不是按照你在这个公司然后工作的时候给你多少工资来算的啊 这不是你的毛这不是你职场价值的毛你的职场价值的毛是什么啊 对吧我刚刚给大家给大家讲了对吧比如说你在斗鱼年薪50万对吧 那你的毛你同样岗位的人是吧跟你同样岗位跟你同样工作年限跟你同水平的人如果在阿里巴巴也是年薪50万那么说明你在职场上的真实价值是不到50万的对吧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职场上小公司的工作一般来说不稳定对吧一般小公司的工作不稳定所以他他需要多给你一点钱来补偿 你的不稳定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大公司的人跳到小公司一定要翻倍对吧或者是一定要大公司的人跳到小公司一定要翻倍或者是一定要涨非常多的薪水他他愿意去对吧因为不稳定职业生涯会面临风险 因为小公司的业务也不稳定对吧小公司的整个层次人才层次也好福利待遇也好都不如大公司对吧 所以说大公司的人往小公司跳是要涨很多薪水的那么小公司的人往大公司跳几乎很多都是不涨薪的啊甚至是降薪都有的很多都是降薪的啊 像现在的广告公司跳BAT 在10年前15年前互联网人才红利7的时候 翻十翻十倍跳都很正常啊翻十倍跳都很正常啊就是花总那个年代从广告公司往这个互联网公司跳翻十倍都很正常如果你是一个很顶级的广告人的话你是一个很顶级的媒体人的话翻十倍啊那时候那但是那是红利7哦 现在早就过了人才红利7了互联网行业早就过了人才红利7了你从一个网公司往BAT跳是吧最多最多如果说你很受公司认可可就你很受对方认可可能给你涨30%啊一般来说可能给你涨30%但是很多都是平跳过去的甚至是降薪过去的对吧那么小公司往大公司跳都很多都是平跳过去或者降薪过去的所以你的真实工资水平就没有那么高 再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啊二档公司或者三档公司的年薪一百万的人对吧你有可能你有可能跳到阿里巴巴还还给你一百万吗绝无可能对吧根本就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公司的公信力就没有那么强对吧因为职场啊职场是不看个人能力的职场是靠你的公司给你背书的靠你的 靠你的业务给你背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公司牛逼你就牛逼你的公司不牛逼你就不牛逼你做的业务你参与的业务是吧你去领导了一个很牛逼的业务那你就牛逼对吧然后你没有领导过很牛逼的业务那你就不牛逼但是一般来说牛逼的业务都在什么公司呢一般来说牛逼的业务都在非常大的公司对吧比如说直播行业对吧直播行业最大的是斗鱼对吧然后虎牙 那么你从斗鱼和虎牙出来去往小的直播公司跳那么小的直播公司是愿意愿意招聘这么好的公司的人的这个对吧工作经验的对吧他会给你掌心 那么你从你从一个你从一个垃圾直播公司你去往虎牙跳你去往斗鱼跳对吧他其实不太需要你的公司的工作经验是不是你过来是来学习的你过来是来镀金的对不对他不会给你涨很高的薪水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给你涨的 那么上次还有一个朋友一个粉丝朋友来找我问啊找我问什么呢他在非洲工作啊他以前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啊然后呢后来呢他就是进了一家在非洲做互联网的公司啊在非洲做互联网的公司什么公司呢就是在尼日利亚做打车软件的年薪两百万年薪两百万啊然后呢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什么问题 他说他他认为啊他说他认为啊这个他以为他在非洲的一家互联网公司能拿到年薪两百万然后他他是想通过这个跳槽的掌心因为他之前在国内只有年薪五十万左右他想通过这个大幅度的掌心啊跳到了一个非洲的互联网公司大幅度的掌心之后他想再跳回国内想继续拿这个数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给你为什么能够给你掌心掌这么多是吧从五十万涨到两百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啊因为你去非洲了对吧因为非洲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愿意去的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一家对吧因为他的安全也有问题是吧像他们出门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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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带这个保安的是吧保安都是拿冲锋枪的对吧然后呢 然后国外的工作经验本身对于在中国的在中国外的工作经验对于本身在中国的工作经验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的就是因为国外的市场和中国的市场完全不是一回事对吧尤其是对于运营和市场这种岗位来说他完全不是一回事他是没有办法对标的他的他的价值是没有办法对标的对吧那所以说他回到国内是不可能给他年薪两百万的一个正常的年薪五十万的人 而且他之前在的公司啊他之前是在啊据我据我我记得好像是在摩拜对吧在摩拜 他之前的年薪五十万 那么他在国内的职场的真实的价格是多少呢啊 你可以理解为在共享单车这个行业他就是或者是在共享行业他是值年薪五十万的啊 因为他是相当于摩拜是共享行业的一个头部公司对吧套公司 那他是值年薪五十万的 那么如果他如果他在国内 但是正常来说跳槽是不可能给你翻四倍公司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对吧 那么如果他在国内他不去非洲如果他在国内 摩拜虽然是在共享行业他是一个套部公司但是摩拜本身并不是一个大公司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吧 他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创业公司 那么他他在职场上真实的价值呢 如果他要往阿里挑他要往腾讯挑也有可能会涨薪 但是最多可能就给他涨十万块钱啊可能就是六四万对吧 所以他就因为他去非洲拿到了年薪两百万 他可能就对自己在职场上真实的价值啊产生了严重的这个啊 就是价值价值判断上的偏差啊 他也跟我说他自己觉得他做的这个工作呢实际上是真的完全不值这么多钱的啊 一一年拿工资拿一个月他们是没有什么太多年中讲 他们就是一个月拿十几万的工资啊就是在非洲 因为那个公司呢是刚因为我我我就是我这那个公司其实蛮熟的啊 因为那个公司是昆仑万维的老板啊 就是拿了七千万美元过去啊 风头昆仑万维的老板自己拿了三千万美元 然后风头拿了四千万美元 就是很有钱啊 就是因为他去的时候他是他是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的第一任运营总监 那很有钱对吧 所以说工资就会高很多对吧 所以说 一个人在职场上值多少钱 他不是通过你现在的工资水平来判断的啊 他是综合什么呢 综合第一看你所工作的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是一个什么样的level 这是第一个啊 然后呢 如果你的公司大 那你的毛啊 就是那你那你那你的工资水平就会更贴近于这个毛 对吧 那如果你的公司很小 那你的工资水平就是失真的 对吧 这是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就是看你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一般来说国外工作的人 尤其是像在非洲工作的人啊 或者是像在拉丁美中工作的人 同样的工资水平 如果他不在国外干了 他回国 一般在国内所找到的工资工作的工资水平 只有在国外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跟你们说的 因为他在国外的工作 因为你们都知道啊 就是在国外的工作 补贴是比月薪还要高的啊 就比如说你月薪三万块钱的人 比如像华为或者是像传音控股这样的公司 他在非洲工作的人啊 假如说他的 他真是 其实很多人的月薪就只有15000 或者是2万块钱啊 要看你工作的年限 但是他的补贴可能就超过15000 或者2万块钱 是吧 你是拿着一个双份的收入啊 你的真实工作水平 真实工资水平可能就是15000 然后呢 你又多拿了15000的补贴 然后呢 剩下的年终奖 剩下的年终奖是这个公司效益好 比如说像华为的分红啊 或者是像怎么样的 剩下的年终奖是因为公司的效益好 给你产生的额外的额外的溢出啊 假如说你本职工作月薪1万5 给你补贴1万5 这就是一个月3万块钱啊 那你的年薪是多少钱呢 对吧 一个一年12个月 你们可以算一下是吧 是36万块钱 对吧 那6万块钱 那假如说这今年的收益好 对吧 分红好 一个大公司分红 给你的分红很高 给你分了20万 对吧 或者给你分了30万啊 那你就是56万或者66万 对吧 你就是60万70万 但实际上呢 你回国的话 你可能只能拿到 只能拿到20万个工资啊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补贴了 你没有补贴了 第一你没有补贴了 你的月薪就掉了一半 第二呢 你的那个国 因为国内市场整个来说啊 竞争都会更加的激烈 竞争都会更加的激烈 是没有那么高分红的啊 是没有那么高分红的 我们的谦调一般是这样的 我们的谦调呢 一般是每天晚上的 就是我们的谦调一般常规时间内的是每周四晚上的十点钟会有一期啊 每周四晚上十点钟会有一期啊 然后一年呢是51周 那正常的常规时间呢 是就相当于是一周 就是相当于是51期嘛 对吧 你可以理解为一周一期那就是51期 但实际上呢 我们会在法定节假日 比如像我们这个春节假期 我们就多讲了非常非常多的课 对吧 我们就连续每天讲 多讲了至少十节课 那么 也就是51 51期是保底的啊 一个数字 那么 法定节假日是不定期加场 不定期加场 我们 这个是我们一个时间上的设定啊 然后呢 我们之前的价格呢 是每期9块9啊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签调的年卡会员 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每周五 每年51周来算的 一年是399啊 一年的年卡是399 一年半的是499 嗯 但是呢 呃 我们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的签调的年卡会员的这个价格呢 呃 各涨了100块钱 为什么各涨了100块钱呢 是因为我发现 我们本来 我的那个年卡的399啊 一年的年卡的这个价格是怎么设置的呢 是我按照一年51周 每周一节课 对吧 是相当于大概是504块钱 如果按照每周一节课 每节课9块9来算的话 是每周 每年是 相当于是500 是51周 51页克 那正常的价格是504块钱 然后我设定了一个399一年的年卡 可以让大家来通听 相当于你省了一百零几块钱 对吧 你省了一百零五块钱 一百零六块钱的样子 对吧 但是结果我发现 我我我的签聊的直播间讲了半年 现在刚刚讲了半年 从九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讲了半年 我发现就已经讲了四十节课了啊 已经讲了四十节课了 那么按照每节课9块9来算的话 那你那大家可以来算一算是吧 基本上就已经400块钱了 对吧 四十块钱 每节课十块钱啊 就已经400 就已经399了 对吧 那实际上 那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 我们后面还是会 后面还是会 频繁的为大家除了每周的这个 每周一次的课程之外 还会经常在法定节假日的时候 不定期的去加长 那最后我发现 我半年就是 是吧 就是明显的 那如果说我 如果说我这半年讲了四十节课 我下半年再讲四十节课 那就相当于我免费送了大家半年了 对吧 本身它就是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对吧 我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得到实惠的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便宜太大了 是吧 你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便宜太大了 就是说 这个付出和回报是严重不成正比的 啊 所以说呢 我就把签聊的年卡会员呢 提高了100块钱 因为提高了100块钱之后 它依然是非常便宜的 对吧 因为你想想我们现在半年已经讲了四十节课了 是不是 后面还有半年的时间 对吧 然后呢 那相当于实际上你还是有中了相当多的课 你可以这么理解 呃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的签聊的年 这个单次价格呀 是9块9啊 然后呢 后面是有可能会调价 稍微高一点的啊 比如说14块9啊 就类似于这样的 是有可能会调价的 然后我们后面的签聊的年卡的费用呢 也有可能会调价啊 因为现在确实是单次课程的这个单次费用实在是太低了啊 因为还是有的课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质量很高的可能可能会价格稍微高一些都是有可能的啊 然后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大家觉得能够从我的课程中学到一些东西能够给你一些启发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去买这个签聊的年卡会员啊 现在的价格是499一年 然后再加再加100块钱是599一年半啊 依然是非常划算 依然是非常划算 然后呢 买了签聊年卡会员的朋友呢 可以来加我的微信啊 我会把微信号发给大家 然后呢 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 我会把你拉到我的超级粉丝群里面 我是有一个超级粉丝群的 把你拉到我的超级粉丝群里 然后 我那个群呢 相当于是个交流平台 供大家认识 供大家交流 然后呢 供大家对接资源 好吧 里面有非常多的小伙伴 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然后呢 大家可以进去交流啊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那没有加签 就是没有买这个签聊年卡会员的朋友呢 也可以来 这个来加我的微信 因为后面呢 我会有一些副业项目来给大家 针对不同人群的副业项目啊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就是某一个项目推出来之后 是不一定适合你的 不适合你呢 你就不要去参与了 就可以了 这个自己 大家自行评估 对吧 因为我没有办法评估 你是不是这个东西适合你 对吧 但是我会推出很多的 今年会推出很多的副业的项目 来给大家去选择 那适合你的呢 相信我的呢 就可以来做 那不适合你的呢 不想 或者是你没兴趣呢 那你就不做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 已经开始进入这个互动时间了 大家呢 有互动的问题呢 有什么关于职场上的问题呢 都可以来提问 好吧 直接留言 直接留言 我看到了 会来回答的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环节 好吧 然后我把 同时呢 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大家 那个签聊的年卡呀 后面还 还有可能会涨价啊 因为我后面还是会很 勤奋的 很热情的 是吧 来在签聊上 给大家 跟大家一起交流吧 所以说后面 那个年卡的 这个价格还是会涨的啊 是因为 虽然我说是每周 每年51周 是吧 一周一节 但实际上 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呀 其实是这样的 互联网这个行业很简单 就是 就是 勤奋的人赚钱 就这么简单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就是勤奋的人赚钱 所以说他肯定还是会 他肯定还是会 呃 很频繁的更新的 大家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 然后呢 呃 后面我还是会 继续很频繁的更新 所以说呃 买了这个年卡的会员呢 肯定不会吃亏啊 而且大家也看 大家也都看到了 是吧 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质量 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啊 像我的很多财商类的启发课 对吧 实际上啊 我也听过很多财商类的课程 实际上说实话 我不觉得他们的水平比我高 对吧 但是他们一个课可能卖6000块钱 他们一个系列课可能卖6000 可能卖1万 对吧 甚至可能卖几万 对吧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实惠啊 好 大家来提问 大家来提问 寡妇哥好 平安在国内的互联网公司 属于哪个级别的呢 呃 我觉得你 你的这个提问特别的好 特别的专业 为什么呢 呃 因为我是在深圳的嘛 大家都知道 我是互联网行业出来的 对吧 深圳呢 深圳的互联网公司是这样的 深圳的互联网公司 Top的肯定是腾讯和阿里了啊 但腾讯是深圳本土的公司 那阿里巴巴在 在深圳 他也是有分公司的啊 就是阿里中心那个地方 对吧 他也是有分公司的 然后呢 呃 职业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专门做互联网的啊 二线的 比如像分期乐 就是所谓的乐信 对吧 啊 也有一些 还有一些游戏公司啊 平安严格来说 他不属于互联网公司 他严格来说 他不属于互联网公司啊 他有一个平安科技 也是他的平安的整个集团的 一个科技外包公司 是专门负责整个平安集团 内部的这个科技的 开发呀 运营啊 对吧 但是严格来说 平安本身 他并不属于一个互联网公司 他属于一个金融公司 对吧 保险公司 金融公司啊 银行公司 金融公司 然后呢 所以说他的互联网 他严格来说 他不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但是呢 虽然他严格来说 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互联网公司 但是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啊 平安公司 平安集团 或者叫做平安科技 这样的公司呢 他在互联网行业的level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二线的水平啊 就跟美团京东类似的水平啊 因为他毕竟不是纯互联网行业的嘛 对吧 他其实是比不上阿里巴巴和腾讯 在互联网行业的地位的 但因为他又是一个大公司啊 他能够提供很好的福利待遇 能够提供很好的薪资水平 那么同时平安本身啊 他的产品线是很多的 而且呢 其实他的技术能力也很强 那我们可以认为 他是一个二线的公司 就是在互联网行业里面啊 二线的公司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你从腾讯和阿里巴巴往平安跳 一般来说是会大幅度涨新的啊 因为我以前有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朋友跳到平安的啊 包括以前我也拿过平安的offer 但是我没有去啊 因为我觉得平安的企业文化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国企的 我不是很喜欢啊 所以说一般像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的人呢 往平安跳是明显会涨新的啊 甚至包括京东这样的公司 包括美团这样的公司 往平安跳都是会涨新的啊 然后平安的人呢 往腾讯这样的阿里这样的公司跳呢 一般来说 会会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 腾讯阿里这样的公司会把平安出来的人 当做一个 二档level的这么一个公司出来的人的水平啊 我大学同学在新加坡石油公司工作五年 回国后在上海找对找了对口工作 加上补贴年薪三十多万 跟在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 跟在新加坡的时候差不多 呃 说明他水平还可以吗 啊 是这样的啊 你这个朋友在新加坡的时候年薪就是三十多万吗 那说明他工资不高哟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的物价非常高 新加坡的物价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呢 新加坡的房价其实也不便宜 虽然新加坡有组屋 但实际上新加坡的房价并不便宜 而且新加坡的物价很高 你可以理解为新加坡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香港的物价水平啊 就比明显的比中国大陆要高很多的年薪三十多万在新加坡可不是一个高工资水平哦 那么他在他在新加坡这样一个高物价的国家呃 他在他他在哪个国家公司工作呢 他在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 他是在新加坡工作吗 啊 那如果他是在新加坡工作的话 他年薪三十多万回到上海还是三十多万呃 严格来说他是涨薪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新加坡拿三十多万其实是一个比较低的收入 然后然后上海的物价水平是远远没有新加坡高的 对吧 你们都知道其实中国大陆的物价还是比较低的 严格来说是比较低的 马尼拉的平均物价水平是中国大陆的至少两到三倍啊 然后呢新加坡呢就更别提了是吧 新加坡和香港的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三到五倍啊 你在香港随便吃一碗牛肉面50港币是太正常了 50港币到100港币对吧 中国大陆是多少钱呢 中国大陆基本上一碗牛肉面是在十块钱到十五块钱啊 基本上是中国的三倍甚至到五倍啊 基本上香港和新加坡的物价就是这个水平比中国大陆要高三到五倍 那他在这么高物价的一个地方只能拿三十多万 然后他回到一个低物价的地方也能拿三十多万 这说明他涨新了 对吧 广福哥好 请问茶行业的省总贷 200万是一个什么价位不是很懂茶 请指教 你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是说要当这个茶的省省总贷要要给他200万是这个意思吧 要给总公司200万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相当于200万拿下这个总贷是吧 这个这个要这个是很具体的商界问题了 那你要分你要你 首先我不知道你到底拿的什么茶对吧 什么品牌的茶对吧 你是拿的小罐茶吗 还是说拿的还是说拿的某一个品类的茶对吧 或者是某一个啊 这个你要具体去评估对吧 你要具体去评估 这个不好说的啊 您好 我是做餐饮行业挖锅店 呃 盈利状态不错 去年一年盈利一倍左右 就相当于一半的经历润是吧 老板问我愿不愿意入股 20万块钱始股 20万块钱始股 然后疫情完了之后入股 呃 首先是这样的啊 呃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 一般餐饮行业的股份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啊 我不建议去买私人公司 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啊 就是呃 除非你跟跟他非常非常信任啊 就知道我一般来说 我是我是非常不推荐去买一个私私人公司的股票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私人公司的老板当你入股的时候 他很难把这个股份讲的非常清楚啊 他很难很难把这个股份讲的非常清楚啊 因为因为餐饮行业的股权结构非常非常复杂 他每一个店的股权结构可能都不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老板是这个占有这个品牌总公司的 是吧 百分之多少的股权 但实际上他的每一个店可能都有其他投资人 对吧 然后每一个店 每一个其他店呢都有自己的投资人啊 然后呢都有相都有相关的不同的投资人 然后这个店的收益呢 是每一个店的收益是单独计算 然后单独分红的 对吧 那他实际上总公司有多少店呢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分红状态又怎么样呢 这个是很难讲的啊 这个是非常复杂的 我不是特别建议啊 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能不能让他加盟 单独给你一个店 就这个店呢 这个店所有的股份都是你的啊 所有的股权都是你的 然后呢 是吧 你给他一些加盟费或者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啊 但是严格来说呢 今年的餐饮行也肯定是不如去年的啊 这个你要有一个预期 肯定是不如肯定是不如去年的 管福哥大学毕业 大公司低薪 还有小公司高薪怎么抉择 肯定去大公司低薪啊 这个是没什么可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来说刚毕业的学生啊 刚毕业的学生呢 小公司就算给你高薪 也给也高不到哪去 说实话 而且小公司一般给不了高薪 为什么呢 因为小公司没钱 对吧 小公司没钱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给你高薪 一般来说在职场上是越大的公司 工资越高 越小的公司 工资越低 因为小公司没钱 小公司业务不稳定 所以小公司呢 并不会说你真的去了小公司 他就能多给你多少钱 其实一般来说不会的 所以说整个职场的生态就是大公司 好 大公司牛逼 大公司能镀金 而且大公司的人力就是整个社会层次 整个整个整个的这个行业层次都会高很多很多 所以肯定是要去选择大公司的 同样的岗位 同样的职位 好吧 财经类的自媒体号适合屌丝副业做吗 因为有一个悖论 既然你看股票看得这么准 你为什么还要去写这些东西 是吧 交别人赚钱 对吧 你的意思我能理解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真的很赚钱 他就没有必要去交别人赚钱 对吧 那他肯定有自己的生意 他就他就不用去交别人赚钱了 是吧 既然他交别人赚钱 说明他说明他自己的这个生意 肯定没有那么赚钱 是这个意思吧 首先是这样的 你不用有这么多虑 我可以直接告诉大家 像我以前也是屌词出身 我是底层出身的 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个没什么好隐瞒的 我就是底层出身的 通过自媒体密集的 对吧 这就是我的人设 那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所有的职业做自媒体的人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所有每天花三个小时以上 职业做自媒体的人 他的主业生意一定是不怎么赚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业生意的赚钱的人 他是没有时间 每天花三个小时做自媒体的 所以自媒体这个行业成就了很多人 很多人在自媒体上赚到钱以后 他就主业就不干了 所以你这个问题 我在我看来本身就不是什么问题 对吧 因为自媒体本身 它就是一个媒体 你懂我的意思吗 教别人赚钱是一个媒体 是一个内容 跟你真正的跟你自己到底去不去炒股 跟你真正自己的炒股水平到底如何 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对吧 因为真的炒股赚钱的人 说实话他没有时间 你像徐翔那种人 对吧 他哪有时间去写自媒体 对吧 他哪有时间写自媒体 他哪有时间录视频 他哪有时间写文章 对吧 自媒体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对吧 他已经职业化了 他是个很专业的东西 他完全职业化了 对吧 所以说 任何职业化的事情 他都需要很专业的去对待 那么那些真正炒股赚到钱的人 实际上他是没有时间去交别人炒股的 这就跟真正自己做企业 赚了很多钱的人 他是不会有时间去做 去写自媒体的 这没有什么例外的 我跟你们讲吧 寡妇哥职场遇到同事 借钱 怎么办 要的回来呢 如果你不想借 最好还是找借口不要借 就是或者是干脆不要回复 这个一般我的观点就是借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 对吧 你要肯定是要要的 肯定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借了 就是你也不能不好意思要 对吧 在约定的还款日期肯定是要要的 然后如果实在实在必须要借 你就少借点 对吧 就是比如说他要借个五万四万 是吧 你就跟他说你现在手上 我没那么多钱 能不能先借他个三千块钱 对吧 一般来说呢 你借一个人钱越多 你就是越在鼓励他不还你 为什么呢 人性吧 人性就是这样 如果你只借了他两三千 他不还你 就会显得这个人很low 对吧 但如果你借了他三十万 借了他二十万 借了他十万块钱 他不还你是吧 这个是吧 他就会说他他没这么多钱 对吧 他又会找各种借口 对吧 呃 寡妇哥您好 您了解公务机行业吗 啊 然后您了解公务机行业吗 您觉得这个行业怎么样啊 我还真的有一个粉丝朋友是做公务机的啊 上次之前我们还在广州一起吃过饭啊 然后我们还去W酒店一起喝过酒啊 他就是做公务机销售的啊 呃 公务机行业一般来说是这样 就是他他整个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啊 就是但是他确实是在增长了啊 这个行业如果说这个行业最值钱的肯定是客户啊 这个这个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其他的技术类岗位其实都没有那么值钱啊 如果如果你真的想着这个行业有有比较大的发展 然后能够积累能够积累生产资料的话 肯定是要做销售的啊 这样的话你可以积累很多的高端客户 对吧 这是最少的啊 就是或者是1000到2000字 这已经是最少最少的了 然后每天坚持写写一年以上啊 一般来说这是最最起码的啊 如果就是写作这个东西啊 其实没有什么 说实话 其实写作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多技巧 就是就是熟能生巧 写多了 你写个10年20年 什么每天写5000字 傻子都能写好 就这么简单啊 你再聪明你不写你也写不好 就这么简单 好 我再回答几个问题好吧 我再回答几个问题 我们就今天的课程就先结束了 好吧 好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然后明天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上班了吧 呃 祝大家这个上班的还是那句话啊 祝大家这个新年上班 开工顺利 然后呢 要注意疫情啊 注意防范 现在还是比较严重的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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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